对 请儿 爹 你怎么来了 爹 我还想让这两天忙完手头的事 回家一趟 看看你和娘的 你倒好 自己跑来 对了 爹 我想跟你拿一样 很重要的东西 拿什么东西 这些年以来 我们沈家 跟龙生河分红的账本 我要求精细到每一个月 每一笔账本 你要这个账本 这东西干什么 爹 你相信我 这件事情 对我们沈家来说 只有利没有利 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 你最好马上回日本 为什么 我回国来就是来 推动变法的 现在是我们变法 最关键的时期 我哪能现在回去呢 命令跟我说 王爷对这变法 很不了然 他当然不了然 变法的宗旨是什么 变法的宗旨就是 还正于民 主张易约 主张民权 一旦实施 六部 军机处 总理衙门 全部被架空 直接损害到他的利益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更不能变法了 爹 变法一旦成功呢 王爷就不再会 支手遮天 那到那个时候 我们沈家 就有出头之日了 不行 这事太危险了 王爷他内心不愤 他无法围拗皇上 但他要掐死我们 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拼命推动变法维星 就是希望 改变蚂蚁的命运 我希望有一天 没有人再有特权 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就能掐死我们沈家 蚂蚁有蚂蚁的活法 不外就是多吃一口 少吃一口嘛 王爷这个人 我是太清楚了 义不小心 我们全家都敢当脑袋的 爹 从小处说的 你这样一味忍让 真的能保我们沈家 永久太平吗 那我再从大处说 如果有一天 连国都忘了 那还有我们沈家吗 你说的什么话你 那些事情 自有其他人去折腾 我们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不行吗 那人人如果都像你 这么想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家 就完蛋了 什么救国 什么变法 这些是神仙打仗的事情 我不许你缠合这事 爹 其余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 万万不能 不许你 难道你忍心让我和你娘 成天担惊受怕 不忍心 但是我更不忍心看到天下人 听听担心说吧 难道你忍心 让民理以你为把柄 不断地敲诈勒索我们沈家吗 不忍心 可是我更不忍心看到天下人 被奴役 被击领 心儿 我们沈家可再也经不起 一丝折腾了呀 爹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为了让天下人 不受折腾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 富足平等自有的日子 我希望天下所有人 都可以受到尊严以待 你还是不听我的 我还是那句话的 唯独此事 数难从命 和老师上 你已经提醒我 可是让我们疼 zero 我应该们我们を 教育を分析 问三種目を 一个人不可 学生の高高 教育を学校的高校 你闯过多少弥天大祸 我从没放弃过你 因为 你是我的儿子 但如果今天 你还要移义攻刑 我只能和你 和你断绝父子关心 你还要移义攻刑 二叔很担心吴泽 所以要我过来问 编乏乃是皇上主导 吴泽投身其冲 也算是大势所趋 至少眼下不足为虑 那我就放心了 来 给 这是什么 皇上刚刚颁布的尚语 上面言辞贺涉的那些 阻止民间办厂的官僚 如如在犯 定当追责 那这骂的不就是你吗 是啊 而且话里话外 还骂了我背后知识之人 王爷密令 让我暂比风头 暂时不要提起风场的事了 那我这惊阳部场 算是得了上方宝剑 再没人敢阻拦了 你就趁着这股风 抓紧筹箭吧 好 对了 前些日子 我看见沈兴怡了 我见着她了 我以为 不提她了 我和她 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和她 同学们 下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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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慢点 好 五块钱 康先生 来 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娘 就放在她桌子上就行 这是什么呀 她看了自然会知道 记住 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 康先生 再见 三十年前 日本开始引进 骚思 纺织 等西洋机器 建立工厂 推广技术 并服役其他变法措施 短短数页 旧见成效 而今 日本借工业之盛 国力荡森 不仅废除了与西洋各国签订的种种虚辱条约 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 便俨然成为亚洲强国 乃至世界强国 追齐了 追齐了 好